文讯而动 冲锋在前 两我干不够的话 配备党员 谁都没嫌重 尽最大努力 把损失减到最低 在这个时刻 有他们在肯定没问题 同心合力 共度难关 往前就是塌方 泥石流 我是一名基层党员 又是一名警察 不能弄强 就会挺杀人处理 任何时候组织的力量 是无限的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殉情就是命令 责任重于泰山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党员干部要冲在前 基层党组织要发挥作用 让人民群众感到有依靠 面对殉情 抢险救援 转移安置 灾后重建等等工作 千头万绪 广大党员干部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挺身而出 冲锋在前 始终战斗在最前线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大局稳定 7月29日 快1178次列车从银川出发 7月30日 因北京地区暴雨晚点 停靠在银河城站 停靠一站台 你前头还有150米 正在抢修 灵石流已经把那条路已经吹合了 路边停了两张车 车窗中部 已经被所有灵石流都盖住了 就在那个高度 差不多就到这儿 这儿左右 全部都没了 当天下午 列车晚餐供应已经短缺 下午17点左右 银河城站为列车补给方便面100件 八宝州20箱 矿泉水5件 火腿厂2箱 鸡蛋200个 免费为旅客发放 紧着重点的旅客老人 孩子 先是发放 紧着他们先使用 我们最后分到的就是一些 剩下的一些包装破损的一些 吃的 银河城站是个只有三名工作人员的小站 物资很有限 加上被困的时间长 旅客的情绪开始激动 有一位老人 他是去北京去看病 他的号很难挂 这时候他就冲过来 就会说一些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就会情绪很大 很难控制 面对旅客的复杂情绪 乘务人员想到 要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 晚上20点左右 我们就通过广播召集这个车厢里面的旅客 是否有这个党员 退役和现役军人到餐车来集合 集合的目的是想发挥我们党组织的一个作用 让大家共同和我们攻坚客难 做好旅客的安抚工作 很快 车厢里就聚集了13名党员 其中包括9名列车乘务人员和4名旅客 我是一名基层的党员 又是一名警察 在碰到这种情况 都会主动地自觉地挺身而出 党员们招募了志愿者 协助乘务员做旅客工作 让每节车厢的志愿者 有个组长 把我们这里面的情况 以旅客的身份 给大家进行一个传递 咱们党员作用的发挥 才能使得我们这次列车 从此之中能够保持平稳有序 在大家的努力下 旅客的情绪得到缓解 7月31日14时30分 快1178次列车被告知 在距沿河城站 四公里处的沿河城村 设置临时安置点 等待通知后进行人员转移 这时助党积极分子崔路 主动提出去探路 在沿河城车站站长 彭天生的陪估下 两人出发了 往前就是有塌方 泥石流 看着路面很平整 其实它是已经空了 一脚塌上去已经到腰了 由于泥石流封路 转移很困暗 旅客还是留在车上 8月1日10点 北京局500余名干部职工 徒步向列车运送救援物资 16时 飞机开始空投救援物资 但是由于地形复杂 空投并不顺利 矿泉水这样子 掉到这种马路上 直接就会爆裂 方便面那些直接就会被吹走 因为方便面比较轻 所以最后他们选择 把矿泉水投在了河 永定河的河床边 旁边就是永定河 而且当时的永定河的河流 非常急 这时 入党积极分子催路 再一次主动提出去 接空投物资 就下河床去捡这个物资 捡回来背上去以后 他还离车站有一段距离 背上去以后 看到旅客的那种 就是欣慰的笑容 也挺值得 车离的时候 对养机里突然就出现了 我们单位的这个 乘务科的科长的声音 真的觉得眼泪都要飙下来了 任何时候组织的力量 是无限的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团队 有了组织 有了决策 有了指挥 有了大家的思想的统一 才能换得我们最后的圆满 危难时刻 中风在前 我是党员我先上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而是铭刻在每个党员心中的 庄严承诺 大水过后 有些地区开始灾后重建 有多深淤泥 这么厚吧 您这这么大岁别干了 不行我拍俩年轻的一会儿 这是水位消退过后的向阳五村 这里由于地势低又紧邻北巨马河 是桌州受灾最严重的村之一 虽然这两天村子的水位逐渐下降 但部分地面仍有积水 在安置点的村民们因为遍及家里 已经陆续回村 他叫乔连杰 是向阳五村的党支部书记 也是一名老党员 殉情以来 因为连夜工作 看着有些疲惫 这两天 随着回村的居民变多 乔连杰也越来越忙 大水一退 他就赶紧调配力量 对村里的道路进行清淤 这也是向阳五村当前 最紧要的工作 这是咱们刷水的时候 就是说水量最高的时候 达到这儿 运渐现在最后得够20公分 我们村两委都各负其责 一个铲车跟了一个人 就是也 如果两有干不够的话 配备党员 为了更高效有序的工作 村里党员们就地开了个党员会 然后快速行动起来 一天半的时间 村里的路就清理了大半 乔连杰每天都在村里转 时刻留意进度 希望能早点把家园收拾好 迎接村民回家 村里党员们另一个任务 就是时刻关注有困难的村民 为他们提供帮助 村民李海英夫妻俩身体都不好 女儿在外打工 家里厚厚的淤泥没人清理 乔连杰找了几个年轻村民 一起给李大姐家帮忙 这让发愁的李大姐松了口气 反正要说不着急 跟咱们村肉说 是假话 有咱们困难跟村肉说 你表爷现在都煮棍子了 是 煮碗味了 我真没办法 别着急 就得看你们这个都操心 放心 放心吧 没事 是 放心吧 你表爷跟娘俩尽他们点能力 是 放心吧 我尽量一分一年 是吧 你们不管谁管 管 那必须得管 食物完了告你们说 在钥匙留这不 好 一会给你们锁上 村里的地面很湿滑 淤泥中还夹杂着洪水 冲下来的杂物 很容易扎脚 这两天 乔连杰就穿着这么一双脱鞋 来回跑 他的雨鞋给了村民 实在不行我就脱了它了 往脚不跟扎脚啊 扎脚也没事 这也没有明显的酒瓶子 正路鞋条 我给我们那儿 配备这个200双这个雨鞋 还没到呢 怎么不能雨鞋到了 再干活啊 是啊 现在都得干着 我那个 等这雨鞋要再等几天 这要是一干了更不好处理 在大伙的努力下 不到一个半小时 李大姐的院子清理出来了 虽然很累 可对乔连杰来说 最累的不是干活 7月31号开始转移 一直到现在 还有村两有干部 还有这部分党员 还有这清权志愿者 三天三夜没休息 完了 先保住咱们这个 百姓的这个生命 不能有这个生命安全事故 压力跟开始我感觉是没有减 最操心的就是那几户防塌了的 这次水灾 村里有四户村民的房屋倒塌 其他村民家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这让乔连杰很难过 怎么说呀 我不能当着他们掉眼泪 谁叫咱们是党员呀 谁叫咱们是干部呀 尽管村里党员干部 自己家中也有损坏 但在村民的面前 他们要表现得乐观 帮大家树立信心 重建家园 那是等下一批吧 还得一个多小时啊 小沙的呀 他们有要水吗 这是乔连杰日常的一天 三十多个电话 轻于消杀物资筹集 事情千头万续 但他和党员们一起 具威力化险情 让村民们感到温暖 我也是党员 我们家是三个党员 全都是这样 不眠不休的 都是昼夜奋战 他对这书记他们更是 一直是战斗在第一线 有他们带着大伙 肯定会就是跟着党员 一步一步走 他们做的这个所有的一举一动 大家都看着呢 在这个时候 有汤菜肯定会越来越好 你选那家 这是什么蛋 收拾好了吗 我跟着家 把这运动证 的路易修店一来 立马把你接回来 我是共产党员 我一定要保证 我们所有的群众的安全 保证人员安全 尽这段努力减少人财产损失 成立了11支党员先锋盟观队 帮助群众 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持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个基层党组织 就是一个个战斗堡垒 汛情发生以来 广大党员干部文讯而动 勇于担当 带领群众迎难而上 共渡难关 越是雨季浪高 越见砥柱中流 目前本轮降雨过程已经明显缓解 但防汛仍处在最吃劲的时候 各级党委政府仍需扛起责任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取得抗洪救灾的最后胜利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奏访谈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